近来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小宝 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 在我们村武宝富张大叔家余田坎边上 发现这里有一个饿鬼洞 这个饿鬼洞里面有很多饿鬼蛋 你们看 现在我们就继续往这个洞里面挖 哇 你们看 这个洞里面的饿鬼实在是太大了 应该有个几十斤 哇 又来了一个饿鬼蛋 哇 这个蛋也太大了 哇 这个尾巴都有这么大 这个饿鬼 我们现在继续往这个洞里面挖 我们今天必须把这只大饿鬼给挖出来 看看这只大饿鬼到底有多大 哇 在前面又来了一个 哇 这里面的饿鬼蛋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旁边还有一个饿鬼蛋 你们看 哇 你们看 这实在是太大了吧 这只饿鬼 我们稍后必须把这里面的这只大饿鬼给挖出来 你们好 我是小宝 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 你们看 哇 这个神秘洞穴里面一直往上面喷乌龟 还喷了甲鱼出来 你们看 听说那只六十多斤的大饿鬼就在下面 哇 又来了一只甲鱼 这甲鱼 哇 这也太活跃了吧 又往里面跑 幸好用这个铲子把它按住了 哇 这里面的乌龟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稍后必须把这里面的那只几十斤的 哇